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就一直被通俄门事件缠身 2016年他竞选总统期间 竞选团队就被指涉嫌勾结俄罗斯想要干预总统选举 而如今终于有了答案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昨天就公开了这一份 由通俄门检察官穆勒主导的调查报告 不过这一份长达448页的报告当中 有一些内容是已经被涂黑遮挡不适合公开 但里面的内容有提到 特朗普确实曾经想要炒掉调查官穆勒 甚至尝试要影响他的调查工作 耗时近两年之后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昨天在记者会上 终于公开了通俄门调查报告 而报告里也确认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确实没有和俄罗斯思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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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是说没有传通 那么特朗普真的就清白了吗 尽管穆勒的调查报告里 没有特别针对特朗普 妨碍司法公正做出结论 但并不表示特朗普是无罪的 因为报告中点出了10个 特朗普可能妨碍司法的例子 包括要求撤换穆勒 听到报告中 只没有传通俄罗斯的特朗普 则显得非常开心 甚至还形容通俄门的调查 就像是一个骗局 事情看起来像告语段落 但是民主党众议院 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 却要求公开完整内容 报告里有大量证据显示 特朗普涉嫌妨碍司法公正 而巴尔的结论和报告内容 却有着非常大的出入 这明显是在偏袒特朗普 虽然报告终于公布 但是一般预料 通俄门事件不会轻易平息 同时也将引起更多的争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广告